想玩黑神王悟空 现在这游戏到底怎么样 推荐入手吗 如果你有完美心 那就再等等 等它优化更新 现在是8月底 这游戏不论是PC版还是PS5版 都有很多可优化的空间 但如果你等不及了 必须得玩不完美也要上 那你手上有什么设备就买哪个版本 电脑配置只要不算太差就先玩着 但别着急升级 因为现在不论是PS5 还是显卡甚至CPU 都涨价了 下面说说黑神王悟空到底怎么样 现阶段黑神王悟空这款游戏是个完成品 但它不是完美品 网上有很多人吐槽黑神话的 跟节就在这 因为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完美品 买了之后发现不完美 于是就各种吐槽 那咱们还是先看看评价数据吧 先看索尼PS平台 看看那些公认的3A大作的评分 满分5分 日朗4.65分 4.5万条评价 战神5 4.83分 9万条评价 蜘蛛侠2 4.84分 14万评价 爱尔灯法环 4.7分 11万条评价 对马导之魂 4.57分 18万条评价 大表哥2 4.72分 28万条评价 上面这些游戏的评分 各位觉得还算客观吗 那咱们悟空呢 黑神话悟空PS5版 4.38分 5.4万条评价 各位觉得怎么样呢 评价还可以吧 既不像有些人说的 把黑神话捧上了天 也不像有些人说的 把黑神话踩在脚底下摩擦 那我们继续看啊 国外媒体Metacritic的评分 黑神话悟空PC版 在发布之前 MC是82分 现在变成了81分 这是综合了75家媒体给的评分 现在MC也有PS5版的评分了 72分 6家媒体打分 4家给了80分和更高 一家给了70分还有一家给了60分 由此可见 目前PS5版本相对PC版的优化是差点的 黑神话悟空为什么不完美呢 它和那些大作比差哪了呢 我个人觉得啊 差在经验上 时间上 还有游戏的引擎上 当然还有别的 大家补充 我上面说的那几个3A大作 都是老牌游戏公司做的 他们有着丰富的制作业点 另外关键的 这几家游戏公司都有自己的引擎 他们对自家的引擎 早就吃透了 哪里不能用 哪里能用 能用到什么地步 以前用过的经验还能借鉴 这个是比不了的 黑神话悟空用的是虚幻5引擎 这是个新引擎 你别说吃透了 能把悟空做出来 做成这个样子 我感觉已经很不愈了 所以呢 黑神话悟空的成熟度 没法跟战神大表格二去比 现阶段它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小问题 好以上内容请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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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